大家好,我是Alex 今天我來到茶果嶺村,之前看了一套電影沿路山卡拉,看上去挺好看的有趣 而片中最特別是每個女主角和男主角都住在山卡拉的地方 其他幾個女主角的山卡拉地方似乎都比較難進去 但男主角茶果嶺村相對比較容易來到,在麗港城附近 如果大家可以乘地鐵,再轉小巴,甚至乎在附近下巴士走過來幾分鐘就行 這個地方都有多長的歷史,但在幾年後就會清拆 所以如果大家有興趣上來看看這個地方,趁早來,快點來了 因為將來幾年後清拆了,就沒有這個地方了 現在我們慢慢進去看看 茶果岭村的分布主要是一个长条形的 主要是沿着马路旁边建的 就不像有部分的村围着山一路又高高低低 所以走起来都挺好走的 但因为屋和屋之间建得比较密集 所以中间的通道不是很阔落 而我们拍照的环境主要都是在通道上拍的 相对光线就不足够 就比较暗一点 ISO方面就无可避免会比较高一点 而光圈方面我也不会濕得太小 原因就是因为不够光 一般来说用这个弯告 用5.6-8光圈其实都足够 再配上这个ISO大约是800左右 加上机身又防手震 一般来说快门几十分一秒 甚至乎十五分一秒或八分一秒 把照片都可以清晰 而圆路影除了拍大景之外 有部份也会拍在特写 当中也有不少光影 也不错过 器材方面今次用了中片幅相机 像了Hazelberg X2D 镜头不多 主要是大两支 一支是21mm超感觉 换算Full Frame全片幅大约是16-17mm左右 另外另一支是zoom镜 就是35-75mm 焦距大约是28-60mm左右 其实一般应用都够 因为今次用中片幅相对比较大 尤其是35-75mm这支镜头比较重 所以我尽量减少换镜头次数 最初拍的时候我主要是用21mm 即是超感觉 拍到差不多有需要 才换标准zoom 长小镜头下去 其次尽量都不换镜头 这部X2D背后的DISPLAY非常大 相信是市面上的相机来说 最大的一个 所以我取景扣图 主要都用DISPLAY去做 而用两只手去托着相机 相机也稳定很多 在一路拍照我发现有一个现象 就是沿途都没什么人 相信有很多人都搬出了 比较少人在这里住 至于什么时间来拍照是最理想呢? 我觉得时间没什么所谓 下午就行 早上也可以 原因就是里面主要是窄行 光线很多时候都不到 所以什么时间来拍照都不会差太远 大家就马上看一下照片 至于是窄行 但是我们的观看 我们的视频 用闪狂转的掌握 下午的视频 替根本来 我们的视频 但是我们的视频 我们的视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乐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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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